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305回 未生没有想到啊 公孙竟然胆大到明知对方是昆仑弟子而也敢杀人灭口 不过未生也并非愚蠢之辈 他知道刚刚他问出了林谦的来历 实际上也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明列只需要把这个消息传回去 以林谦的智慧是有八九猜的是他们 公孙说的没错 他们此时若是被昆仑盯上了 那可就危险了 而且呢 他想到了悟空见门 眼中呢 闪过了一道绿色 重重的点了点头 好 梁威听到双方的对话 心呢 不断的往下沉 双方似乎是旧时 他忽然觉得自己啊 刚才的想法实在是荒谬得很 修者 修者怎么可能会修炼出 妖毒出来呢 十有八九啊 是对方修炼出的一种类似 妖毒的灵毒 想到这儿 他正准备带着自己的属下们撤离 若是这两支队伍联手 那他们想撤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好在他发动的最晚 虽然说攻击位置不佳 但是却非常适合撤离 就在此时呢 变故哭声 他眼中的小黑船呢 陡人一亮 彷彿是烟花炸开啊 无数道剑光是轰然绽放 两位脸色一变 怎么着 难道说对方要动手了吗 他吓得差一点高喊了 但是眼前的余光 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他的身形顿时一呆 那些剑光 竟然 竟然全都朝昆仑剑修席卷而去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 是内讧 仁薇愣在了原地 一脸的不明所以 他身边的其他的战妖啊 此时也是个个呆若目击了 对方的攻击发动太突然了 没有半点的预兆 昆仑剑修们 一时之间的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的队伍一阵骚动啊 剑修们的脸上鲜石一呆 玄机呢 个个露出了愤怒之色 名列啊 又惊又怒 鼠辈想干什么 什么时候这昆仑派 被其他门派主动攻击过呀 光是昆仑这两个字 便压垮过无数门派 今天呢 竟然有人明明知道 他们的来历 还直接向他们动手 这是名列遇到的头一遭 怒火轰然在他心中肆虐啊 他毫不犹豫上前 历声怒吓 昆仑 杀 昆仑剑修呢 顿时是剑光高涨啊 而远处目睹这一幕的梁薇 他的眼睛死死的盯着 那些划出曼妙圆活的剑光 脑海中啊 只有一个词 在轰隆隆的回荡 包围 震术包围 对方的意图昭然若揭 一个不留 凉微悍然的目光之下 名列的队伍啊 如同一柄锋芒的大剑 迎着丝丝缕缕 兜头照来的剑光 一头扎入其中 顺势而角 他们的气势 凝聚而凛冽 黑船剑修呢 如同烟花一般散开的剑芒 在他们面前 仿佛鲜弱的发丝 一脚就碎 那些迎面而来的黑船剑修啊 纷纷的慌忙向一侧躲闪 视如破竹 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打 名列心中的京剧 早就烟消云散了 黄金战将的自信 充斥着他身体的每个角落 一层层的剑修 保护在他身旁 松原师兄背上的 松文剑 已然拿在了手中 神色警惕啊 另外五名金丹剑修啊 稳稳的控制着队形 他们虽然不是昆仑出身 但是呢 一身的修为 在他们门派之中 皆是翘楚 这些人都是名列的师父啊 精心替他挑选的 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光是这份阵容 便足以呢 让他感到了充满了信心啊 昆仑境 十四境天之中 最大一气 介于广袤无边 因此呢 战不众多 难免说成分十分的复杂 便有远近内外之分 比如 同时金丹吧 普通门派的金丹剑修 在战步中 福利最普通 而昆仑 诸多 附庸门派内的金丹剑修呢 那就要好上许多了 昆仑外门弟子 更好一层 至于内门弟子呢 大多便是各部战将的领军人物 明列战步的金丹 都是出自 知根知底的附庸门派 这些附庸门派和昆仑的关系呢 十分的亲近 相当于是昆仑的外围 更何况 这还有松原师兄鸭阵 想起了刚才自己的亥然 明列心头啊 不由得浮起了一丝惭愧 他定了定神啊 暗下定决心 这场战斗 一定要胜利 莫看昆仑内门弟子 身份尊崇 到哪儿呢 都是呼风唤雨 但实际上呢 他们内部的竞争 远远的超过了 普通人的想象 昆仑内门弟子 到底有多少 明列都不知道 他能够专领一步 这不稀奇 毕竟呢 他是黄金战将 又是内门弟子 可是啊 为了抢到这次的任务 那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啊 临走前呢 师父是一直嘱咐 要他呀 好好地努力 本带掌门 出事是极为的公平 有功便赏 他在前线 倘若能获得 一场像样的胜利呢 这个果子 便足以让他们这一脉 尝到好处的 好 当然了 他的好处最大 想到这儿呢 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几分狂热 横扫过整个战场 他的右手忽然开始掐算 浑身的灵力鼓荡啊 他所修炼的天衡 运转至了极致 他的眼中 似乎呢 有无数个光点在流转着 伴随着这些 宛若星辰的光点 运转不休 战场在他的脑海当中呢 一点一点的清晰了起来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道寒芒呢 一律而过 对方手段 果然不一般 战步 如同匕首般的直插进了 对方的队伍中间 引渡那些看似逃逸的剑修 他们像惊奇的飞鸟 拼命的远顿之后 却兜了个圈子 重新转回来了 自己插入对方队伍中间 而对方呢 也顺势啊 完成了合围 明烈心中冷笑 普通战将如果被对方合围 一定会十分的慌乱 但是对于精通战术的名列来说 这却是一个极佳的机会 对方的合围在他的眼中 那就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布袋 一戳就破 而他的战队呢 气势凝聚 不正是一把尖利的锥子吗 来吧 明烈的脸上浮起了一抹亢奋的陀红 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猎物一般 角木阵 角素属木 为东方七宿之手 犹如苍龙之脚 乃斗沙之手冲 角木战阵 那是典型的突击战阵 早就熟悉名列大人的剑修们 立即明白要发力了 他们呢 没有任何的犹豫 更没有半点的保留 全身的灵力啊 开始全力的运转 手中飞剑嗡嗡的轻颤啊 仿佛饥測的野兽 一股战力威麻 在他们全身蔓延开来 从魂魄最深处的战役喷涌而出 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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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道飞剑啊 高高的扬了起来 一如这滚雷般 齐声怒吼中的深深的骄傲和狂热 瞬间 剑芒如海啸 轰然席卷的 一抹微红 不经意之间浮在了公孙的脸颊 这呢 看上去啊 就像是林家 腼腆羞涩的大男孩 但是呢 落在他身旁的 曾如等人眼中 他们却立即明白过来 公孙大人啊 亢奋了 没错 公孙真的亢奋了 短短的一瞬间 对方展现出来的水平超过了他的预计 在这样的遭遇战 在这样的遭遇战当中 其实战将能够发挥的余地啊 并不算太大 除了战将的第一反应能力之外 更多考验的是这支队伍的实力 一支成熟的队伍 在遭遇到攻击的一瞬间 往往呢 不需要战将指挥 便会本能的做出正确的反应 便是像公孙的神石 哪怕做出反应 也需要一个短暂的时间吧 几乎在一瞬间 离名列战部最近的朱雀营剑修 便做出了反应 他们手中的飞剑 齐齐的呢 化作了一道流光 斜斜的刺向了对方的队伍 而他们与此同时呢 身形启动 拉到了对方平行的位置 紧紧的坠着名列战部啊 这几十道剑光啊 可并没有阻挡住 开始发动攻击的名列战部 但是呢 却让队伍侧意的少数的剑修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 这是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影响 要知道便是在日常的修炼当中 也不是每次都能够做到战阵最佳状态的 没有人理会 便是那几十位受到影响的剑修 亦不理会 在他们的眼中呢 这些家伙呀 就像是苍蝇一般 只能是恶心一下他们 但若是注意力呢 转到了这些苍蝇的身上 叫木阵的威力便会削弱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在怎样蹂躪下 顽强挺过来的家伙 经过了普悠恐怖变态的高压 公孙对战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 他都极其的敏感的 他在第一时间呢 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变化 毫无犹豫 神石一动 人本散如思旅的剑盲啊 飞快的朝名列战部侧翼汇集 远远的看过去呢 就像是一道道细丝缠上了名列战部一般的 他们呢 沿着对方队伍的侧翼平行位置游异 一旦发现有机会 便上去咬一口 缠上的细丝越来越多 越来越厚 外围侧翼的昆仑剑修们顿时头疼了呀 如果说之前三三两两的剑修 只不过是苍蝇 只能恶心一下他们 那现在对方人数见多 就像是一只只野狼 稍不小心的便会被对方连皮带肉撕血一块 他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当中 便转移到了那些不时的 在他们身边游异的朱雀营剑修 也就是在这不知不觉当中啊 整个的队伍呢 突击的气势一点一点的削弱 名列察觉到了危险 大日摩体依然是琢磨最信赖的力量 体内重新达到了平衡之后 它的大日摩体呢 又重新的变得得心应手 但是现在催动大日摩体的感觉 和以前是截然不同 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的变化 都会同时带动另外两股力量的变化 如同呢油膜般黏在了肌肉筋骨上的灵力 犹如藤蔓一般缠绕在了肌肉筋骨上的神石 让左摩深刻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大日文艳的作用之下 他们始终呢处在平衡的状态 这也意味着任何一处新的变化 就需要一个新的平衡 左摩呀 在找这种平衡的支点 能够察觉到同伴力量气息的支点 这种寻找呢 就像是眼镜失效的黑暗当中 只能靠双手一点一点的摸索 在它不远处 憋屈无比的阿文呢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 不断散发着光芒的蜡烛 傻得没边啊 忽然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惊讶地望了一眼 闭着眼睛的大人 嗯 刚才错觉 他眼中有些疑惑呀 仔细地盯着大人良久 依然呢没有半点的反应 啊 果然是错觉 阿文撇了撇嘴 偷偷地朝大人还做了个鬼脸 忽然 他像是被闪电劈中了一般 鬼脸凝固在脸上 不远处的大人啊 身体一颤 他就像是入定的老僧 但是一股说不出来的气息 从他的身体弥漫开来 过了一会儿 阿文才明白过来 啊 这是力量的气息 大人摩体的气息 阿文迟疑不定 大人平日里头 大人摩体虽然说 威势害人 但是 黑眼下去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大人摩体的气息 大伙并不陌生 现在苦味 大伙修炼的都是经过的 普遥改良的大人苦味 所以呢 阿文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这股熟悉的气息 怎么 气息外放 阿文不明白 左末他到底在折腾什么呢 心中呢 尽是疑惑 魔宫修炼的肉体力量 肉体力量蕴含在肉体之中 无法像灵力和神神那般外放 他不由自主地歪着脑袋想 这大人 这大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在此时 忽然啊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征兆的一抖 嗯 怎么回事 阿文心中悍然 刚才 他明明没有动嘛 就在此时 他的身体又是一抖 他的瞳孔陡然瞪圆了 目光死死地落在了左末的身上 视野中 大人的身体一颤 他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 他的身体呢 就像孟严俯身一般 不受控制的一抖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被吓到了的阿文 骇然地发现 他的身体呢 像筛子一般 剧烈地抖动 无论他怎么想停 也停不下来 他用尽了各种的办法 失禁了各种的法觉 可是 他的身体啊 都是没有半点的反应 依然不受控制的抖动 同时呢 在他的视野当中 左末的身体啊 以同样的频率 在颤动着 只不过说 这幅度啊 要比他小上了许多 皈依无比的状况 让阿文几乎魂飞魄散 是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他不知道 这位大人到底要对他 干什么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 第1个